今天彼此来到新宁香肖 闺于青山北到永川市新宁面花城里 新宁香肖这个位置是一个农村 纯粹在乡村的后面 这旁边全部是农田地 我们看一下新宁香肖 整个是外山门的结构 看一下新宁香肖的介绍 新宁香肖的介绍 它写着准确的建筑年间 大概是在14-18年推测的 后来又重新重建过几次 我们看一下整个香肖的分布图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外山门这个位置 东灾西灾 还有一个伟村间还有一个管理室 完了是明龙堂 明龙堂后面就是内山门进入大城殿 这整个就是建筑这个布局 1985年8月5日被指定的清商北道文化遗产资料第102号 新宁香肖是为了供奉朝鲜时代 陷入牌位 交于地方居民而建的 宣祝25年 1592年发生人权危乱后 该香肖记录被烧毁 因此无法详细了解建筑时间 但据推测是太宗18年1418年建筑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朝鲜明宗6年1551年建筑的 据说香肖原来位于华山下的明川村 人称伟然是被烧毁 文化遗均7年1655年在现在的香肖的位置后面重建 苏宗12年1686年搬迁到了现在的位置 现存建筑有清商北道文化遗产资料第102号的大城殿 和清商北道有行文化遗产第168号的明论堂 还有东斋西斋等建筑 这就是我们整个新宁香肖的这个布局 新宁香肖虽然规模不大 可是1418年建筑以后 都已经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当年我们韩国的儒家文化 就在这种香肖的这种痕迹留下来的保守到现在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来看一看